哪一道最熱 套中島 嗨,我是猛猛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島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发掘 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中島更新哦 饺子姐姐,阿棠哥哥,小玉 Friday,还有各位导民们 跟你们说哦 上次听完故事,我就在想 黑桃花匠,方块士兵,红星皇后 好特别哦 所以啊,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结果原来在扑克牌里 真的有这些花色耶 而且扑克牌 好像是全世界的人 都会玩的纸牌游戏呢 哦,是哦 可是玩牌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吗 不是哦,小玉 游戏本身不是不好的 是用它来赌钱才是不好的事 纸牌游戏是动脑的好游戏 有时间的时候跟好朋友 亲人玩玩游戏动动脑 可以增进大家的感情 是很好的事情呢 而且啊,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道具 不也是扑克牌吗 嗯,对耶 一扑扑克牌共有54张牌 52张是正牌 其他两张是副牌 副牌最早是空白的牌 是在正牌可能不小心 少掉一张的时候代替用的 但后来有抓鬼这种玩法之后 两张副牌就被叫做鬼牌了 没错 扑克牌里藏有很多数字的秘密哦 像是52张正牌代表了一年有52个礼拜 扑克牌里有四种花色 分别是桃子形、星形、方块和梅花 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每一个花色都有13张牌 代表一个季节里有13个星期 一种花色所有的数字相加是91 代表每一季有91天 每一种花色都分成了红色和黑色 分别代表了白天和黑夜哦 哇 所以设计的人 是要大家不管一年四季 不管白天或晚上 都可以玩这个游戏的意思吗 应该不是啦 不过这个设计好酷哦 真的好酷哦 阿当哥哥不说我都不知道耶 上次我们说到了 爱丽丝走进一个花园 碰见了没礼貌又霸道的红星皇后 这位皇后一不开心就会叫着 把她的头给我砍掉 爱丽丝实在不喜欢这个没礼貌的皇后 所以直接回呛她 你在胡说什么 开什么头 下不了台的皇后 转头把气出在那三个 种错玫瑰花颜色的花匠身上 跟身边的士兵说 砍掉他们三个的头 各位导民们 故事是故事 跟现实生活不一样哦 红星皇后说完 就带着整个队伍离开了 爱丽丝转头跟那三个花匠说 放心 你们不会被砍头的 爱丽丝边说 边把他们三个藏进旁边的花丛中 让来执行皇后命令的士兵们 找不到那三个花匠 爱丽丝跟上队伍 皇后转头问爱丽丝 你会玩锤球吗 嗯嗯会啊 那你过来 好各就各位 全部的扑克牌 马上跑来跑去 撞来撞去的站好位置 然后球赛就开始了 爱丽丝从来没见过 这么奇怪的锤球比赛 球场凹凸不平 拿来打球的球棒是活生生的红鹤 被打的锤球是活生生的刺猬 而球门则是扑克牌士兵们手脚着地 将身体弯成桥的形状搭成的 哦我的天哪 这球棒软软的还会动来动去 要怎么拿啊 爱丽丝后来好不容易把红鹤的身体夹在手臂下 头往下锤 想用红鹤的头去打刺猬 结果红鹤把头转过来 用奇怪的表情看着爱丽丝 害爱丽丝大笑了起来 你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吧 等爱丽丝笑完想打球的时候 发现啊 本来准备要打的球也就是刺猬 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哦我的天哪 这要怎么玩呢 球棒会转头看你 球还会自己跑掉 哎呦也太难了吧 不止呢 所有打球的扑克牌都不按照次序 大家不是同时打 就是互相吵架 红星皇后还会不时地大喊 砍掉她的头 哎 爱丽丝觉得 这场球赛实在不好玩 正想趁人不注意离开的时候 突然间 看到了天空中出现一个奇怪的影子 一开始模模糊糊的 后来慢慢浮现出一个 咧着嘴笑的脸 太好了 是柴君猫 终于有可以正常说话的对象了 嗨 你好吗 不大好 我正在玩一场不知道怎么玩的锤球 所有的一切都 你喜欢皇后吗 一点都不喜欢 她非常的棒 你在跟谁说话 国王 国王走到爱丽丝面前 非常好奇地 看着只出现一个猫头的柴君猫 陛下 让我为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柴君猫 我不喜欢 她一直脸着嘴笑的样子 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时候 路过的红星皇后看到柴君猫 又叫着她最爱的那句话 砍掉她的头 可是亲爱的 这只猫只有头没有身体 要怎么砍头呢 我不管 给我砍掉她的头就对了 皇后丢下这句话就离开了 而柴君猫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件 又慢慢地消失了 刚想跟柴君猫聊天的爱丽丝 失望地喊着 柴君猫 别走啊 接着 爱丽丝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审判就要开始了 什么 什么审判要开始了 爱丽丝跟着急匆匆的白兔先生 一路跑着 跑进了这个奇幻世界的法庭 在这个法庭里 已经聚集了好多好多动物 和扑克牌 有一张扑克牌 红心捷克 在受审犯人的位置 而在法庭的正中央 证悟的位置 放着一大盘水果塔 爱丽丝看着水果塔 爱丽丝看着水果塔 觉得好饿哦 希望审判快点结束 这样大家都可以吃水果塔了 这个时候 爱丽丝突然觉得 身边的其他动物都在变小 一定是蘑菇没有效果了 我正在变大 不知道我会长到多大呢 速记 速记 卖光临 传令官 宣读起诉书 哦 原来白兔先生 是这个奇幻世界 国王的传令官呢 红星皇后做了水果塔 在某个炎热的夏日午后 红星杰克偷走了水果塔迅速逃离 好 请陪审团判决 邓邓国王 要先传证人问话 哦 好 传第一个证人 第一个证人是冒将 你有没有看到红星杰克偷走水果塔 没有国王 我只是一直在喝茶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好 那传第二个证人 第二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女厨师 你有没有看到红星杰克偷走水果塔 没有 我只是一直在煮放了很多胡椒的汤 不知道什么水果塔 不知道啊 好 那传第三个证人 这时白兔先生说了第三个证人的名字 第三个证人 爱丰丝丝 爱丽丝 我在这里 这时候的爱丽丝已经长得很大了 她一站起来就撞翻了身边所有的一切 对不起 小心 不要跳下去了 你还好吗 整个法庭因为爱丽丝乱七八糟的 素季 根据法规第28条 凡是身高超过2000公尺以上的 请退出法庭 我不到2000公尺 你将近3000公尺了 不管怎样我是证人 我就是不走 你别管这个证人了 我直接判定犯人就是红星杰克 马上给我砍掉她的头 爱丽丝大声地回呛 胡说八蛋 怎么可以直接判定 红星皇后生气地大声吼回去 你给我闭嘴 我才不要 给我砍掉她的头 你们只是纸牌 我才不怕你们 爱丽丝话一说完 整副纸牌突然全部飞到空中 向她扑过来 她也很生气地用双手拨开 在晃动双手的一瞬间 她睁开了眼睛 发现 原来自己正躺在姐姐的腿上 而姐姐正在把从树上掉在她脸上的落叶 一片一片拿走 嘿 爱丽丝 你睡了好久了 姐姐 我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哦 跟你说 我一开始看到了一只穿着背心的 爱丽丝把梦里的奇幻世界都说给姐姐听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故事 等她说完之后 姐姐摸摸她的头 这真的是一个好特别的梦哦 好啦 现在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家吧 嗯 好 结束 哦 原来一切都只是她做的梦而已啊 哈哈 她做的梦真的很酷哎 嗯 对啊 不过我还是觉得那个红星皇后很没礼貌 动不动就叫人家闭嘴 真的很母汤哎 我一定要记得自己绝对不可以像她一样 嗯 我也是 哇 你们两个都好棒哦 小小年纪就会见不闲内自省 哦 阿当哥哥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看到不够闲就自己加盐吗 哈 不是啦 嬷嬷 那个闲不是很闲的闲 是闲得的闲哦 这句话是出自论语理人篇见闲思起见不闲内自省 哦 哈哈 原来是这样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 看到做得好的人事物可以学习 但是看到不好的人事物 只要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那样 要有反省自己的精神 让自己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呢 你们两个刚刚那么想 真的很棒哦 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最近来我们套顶岛听故事的岛民越来越多了 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分享我们套顶岛 我们在岛上等你们一起听故事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快来 等你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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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